Hello 大家好 我是Virginia 今天來和大家介紹一下 番茄的打頂 因為我們這裏就是英國的西北部 到九月中左右 就會開始慢慢天氣就會冷 就不理於番茄的生長 因為我還在室外 所以今天我就要決定 將這個beef tomato 大隻的番茄 這些番茄打頂 這裏有一隻已經裂開了 可能被鳥仔吃了 我也不理會它 今年我第一次種 就看看它的收成 以及被裂開之後會是怎樣 之前就已經 沒有和大家示範 通風透氣 還有葉子就不會搶走 那些番茄果實的營養 現在呢 小的那些就是彩色的 紅色黃色 橙色的番茄 我就不打頂著今天 主要是打了那些beef tomato 因為它呢 要多些時間去成熟 果實 現在到這裏為止 現在其實不是很高這一棵 但我都會開始打頂了 因為它不是太多果實 到這裏 這個是最高 那我們就在這裏剪了它 這裏有一片葉 我就讓它吸收一些陽光光合作用 就留回它 那旁邊這棵就不是beef tomato 來的 我就不要剪它了 就過多兩個星期才打頂 那這些 這些呢 有多出來的 在旁邊的芽 我們就撕了它 這樣 它不斷地生的 其實有時候會在這些 這些果實的前面 都會生些芽出來 生些葉出來的 有時候會在上面這裏 都會生些芽 我們看到有什麼地方都好 就即時撕掉它 小隻那些就 因為現在已經8月了 就算 再有芽生出來 我這裏天氣冷 都不一定會有果實 所以現在我就會 在這裏 這棵也是 這棵也是 有一隻大的 但不是那麼多花 這裏也有 四 四 四枝左右 因為這些可能 這個位置 太陽不太充足的時候 我們就在這裏剪了它 這樣打了頂 因為它這個蕃茄的果實 比較大 所以其實 也不能留太多 因為它會 它會太重 會墜下來 而且營養也跟不上 不夠多營養 所以 每一支大概留一兩個 這個蕃茄的果實 可能已經太重 好像這棵 它太重了 一二三四 這個已經彎了 我就不要理會它 因為它雖然彎了 但依然會有營養 輸送給它 所以我沒有再理會它 始終也是想拿多些經驗 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樣 這裡有兩個果實 這裡生了一個芽 我就會剪掉它 這樣 在這裡 這樣 這裡其實是有一個芽 在瓜上面 是這樣的 在那個 番茄的前端 又生了一個葉 和類似芽的東西 這個也是 我們其實不需要太多的花 如果有 一兩個已經是夠的了 我們將這一段剪掉它 這裡 這樣 它是有 又有一個芽點 又有花 這樣 我這裡大概有 一二三四五個 五個番茄 我都已經覺得是太多了 再剪一個 這個是在上面的 所以可以讓它住 它有兩個 兩個連節點 在上面 所以它可能會比較強壯 這裡 我們就是 這兩棵 就是 beef tomato 剪到這裡 過來這邊 都有 也有幾棵 beef tomato 這棵 可以看到大的 一二三 三棵 好 OK 你們就 這裡 很奇怪 生了一片葉 這裡又有一個芽點 這樣 又剪掉它 我就要看看它 之後生長上如何 因為這裡有兩個 三個 這一棵 隔離 這裡 可能就不知怎樣 現在我們到頂 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花 我們就在這裡剪了這個 剪了隔離 這枝主的 這樣 這樣 掉了下去 現在這裡 這邊還有一枝 鴨點 我也剪了它 不讓它 再搶這個 最上面的 這一抽的 花的營養 這裡也剪了它 因為我不想要它這個長大 這樣 就剪了這裡 這個就剪完了 就是這樣 很簡單 就把它打頂 這個好像不好 這個花 嗯 嗯 我們又過去旁邊 這裡 有點難度 這裡 看看這個 這裡有一個花 這裡最上面 都好像沒有花 這一棵 其實都有 一 二 三抽果實 我們看看上面有沒有花 如果沒有我們就在這裡剪了它 這個比較 長一點 這樣 在這裡剪了它 噢 為什麼這枝沒有花呢 因為它在這邊生了一枝側的枝 大家看看 在這裡 生了一個側的枝 我說就在這裡剪了它 因為這裡 由這裡開始生了兩個 兩個好像煮乾一樣 都同樣粗 難怪 所以這邊就沒有了 花就生了在這邊 這樣 這裡一枝兩枝 就夠了 我們遲些看它生成怎樣 才來收那些花 這一棵是小番茄很大 它已經去到上面 開了枝 分枝了 我就不管它了 這枝好像有點幼 我就想剪了它 算了 留它 剪這枝 上面的 軟一點的剪了它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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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枝在下面的 有點幼 可以剪可以不剪 這一枝 剪了它 這些是小番茄來的 我還未打頂的 就剪了旁邊這個小的芽 這裡呢 另外有一枝比較粗的 我就不剪它 這個是煮乾 嗯 看看過來這邊 有點難度 這裡還有一棵 芝麻 嘩 看看它怎樣 它不是生得很高 這裡只有一隻 嗯 這裡也有一隻 隱蔽 在裡面 那就只有兩隻 不是那麼多 這棵 這裡有一個 我剪過了 之前 這裡有幾隻 看看這裡有生了一個芽點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就在這裡剪了它 這個芽點 就不要它 這個葉我也想不要它 讓它在其他地方吸收營養 這個花這裡 有點奇怪 剪了上面這個 這裡有一個孔 旁邊這裡又生了一個小的芽 看看 我剪了它 讓它這一枝 就只有花和果實 這樣 去到上面這裡 最後這個花 我們就在這裡剪了頂 就不要了 那希望它這一棵可以 上面不動它 希望這一棵可以 健康一點 因為它這個角落的位置 好像不太健康 有些 生得不太漂亮 這一棵 其他那些是小番茄 我就暫時不打頂 因為打頂之後 它所有的營養都會供給那些番茄 就不會再生新的枝條出來 那些番茄就很快會成熟 這陣子我們的天氣都不錯 都平均都有20度 每天最高溫度 所以它們就成長得很快 希望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我們的番茄成長的進度 多謝大家收看